二弟三弟 七夕快到了 我准备编个钻石的高跟草鞋送给甘夫人 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哥茂盛奉处 才高恶斗 过杀七夕 当杀天狗 还要花那么多钱 真是太傻了 三弟 你不懂就别乱说 大哥和甘夫人是一对逼人 在爱情面前谁还不是个傻瓜 原来如此 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傻逼啊 大哥 你和甘夫人可不能分手 不然我就再也不相信钱了 三弟 你不会说话就少拽词 大哥和甘夫人的感情可是金比奸情 不 金比金奸 好了 你们两个都少夸我两句 我为什么你们就答什么 不要自由发挥好吗 好的大哥 刚刚说到高跟鞋是吗 哎呀 这几天可是特殊时期 甘夫人可不宜穿高跟鞋呀 你小子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大哥 你这话就见外了 我作为金牌厨师 了解一下甘夫人的身体情况 这不是挺合理的吗 大哥 我认为你给甘夫人的礼物太庸俗了 你且看看我为甘夫人准备了什么礼物 这不是小孩子吃的棒棒冰吗 二哥 甘夫人可是在特殊时期不能吃冰的 你给我一边凉快去 大哥 这棒子可不是吃的 这是冰器 这什么冰器呀 甘夫人跟着我们东奔西走凶险无比 所以我特意去天山冰拳 动了个七七三九天 终于练得此等神兵 有了他 甘夫人就可以藏气于身 带势而动 这啥狗屁玩意儿还冰器 不就是个冰棍吗 大哥 你不懂可别乱说 他不叫冰棍 他跟我的青龙艳月刀是一对 叫做白虎喜日棒 嘿嘿 好对子 大哥 我也为甘夫人准备了礼物 你看 好家伙 根据你上一次泡胡屎咖啡的前科来看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 这一杯应该是来自82年的拉西 大哥 你很有当美食家的天分 不过这次猜的不对 我可以让你再猜一猜 我这酒的名字叫女儿红 主公 你们在聊什么呢 葛亮 你来得正好 你来评评礼 这俩小子给甘夫人送的七夕节礼物 是不是有点傻缺 主公 我受累先问一句 这七夕节不应该是你和甘夫人两个人过的吗 为何他俩也急着送礼 主公 你准备好礼物了吗 本来是要送高跟鞋的 好像又不太合适 要不松支口红 送口红 不如送莫菲的口红无线键盘 此键盘名曰红颜 按键颜色取自口红的不同色系 锂电池充电 狼牙无线连接 高端大气 颜值给力 看起来是不错 不过这七夕送键盘合适吗 太合适了 主公 我教你一招 你按照我说的做 一定能讨到甘夫人的欢心 老公 这键盘好漂亮 都快闪瞎我的眼了 漂亮只是咱的外表 夫人 你且点开手机蓝牙 找到我点配对 我来看看 是点这个吗 哎呀 葛亮这点子真是绝了 夫人 你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哎 夫君 这键盘侧面 一二三四蓝牙按键 是什么意思 哦 这键盘有四通道蓝牙 可以同时配对四台设备 任意切换 什么意思 比如我跟你配对的同时 还可以和大小小小貂蝉配对 嗯 甘夫人 一天都没有见到主公 她去哪了 她昨天不是带了个剑袍回来吗 这会还在用呢 好家伙 那么好玩吗 从昨晚一直用到现在 那可不